对不起 没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来晚吧 没事 刚刚好 那就好 导演 咱们拍吧 来吧 来 可以啊 来 我们送这儿 好嘞 来 哥们们 准备了啊 吃饭了 好嘞 雅如咱们 好嘞 雨打吧 交落先停 七场 四十一顶八次 开始 好嘞 三 二 一 开始 姐姐 姐姐 我到处都找过了 没有找到小少爷 你别骗我了 你到底把他藏到哪儿去了 你跟我说实话 姐姐 你在说什么呀 我冤枉啊 妹妹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没错 就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在你心里 早就容不下父亲了 你早就想把他害死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没有啊 卡 很好 好 咱们现在下一场啊 停 好嘞了 好嘞 不行 不能过 苏承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不要把你的脸转过来 让观众看到 你能不能专业一点 怎么了 导演 这条能不能剪出来啊 还可以吧 应该能剪得出来 不行 导演 替身露脸那就穿帮 您可是有追求的导演 我又没有追求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导演 你不要生气嘛 我 这不是为了咱们这部戏好吗 你知道我可是很崇拜你的 你的同日我看过好几十遍 记错了吧 红色 导演 要不再来一条吧 我没关系的 你还是先处理一下你的伤吧 没关系的 美老师 那 不好意思了 大家 再来一条吧 坐啊 没事 你坐吧 我坐这儿 来 你拿这个擦吧 不然伤口会感染的 谢谢 美老师 不客气 坐吧 刚才咱们俩对戏的时候 我觉得你演得挺好的 真的吗 可是 我只是个替身 替身演员也是演员啊 我以前也没什么机会学表演啊 但是表演 有的时候是要靠天赋的 边演边学吧 谢谢美老师 别客气 你还没关系 原来这个包厂挂了个小熊 怎么不见了 什么样的小熊啊 就这么点搭蓝色的 是我女儿快会给我的 说怕我拍戏的时候孤单 怎么就不见了呢 是不是刚才掉在片场了 我帮你去找找吧 谢谢你啊 我很快就回来 你好 姥杨 你好 姥杨 你好 帅哥 你的手怎么了 前两天拍戏的时候 把手弄受伤了 给演员做示范 你先坐 你先坐 我基本没写完呢 看不出来你还挺会保养的 这些 你还敷面膜呢 姥杨 我这不是学习人家明星 二十四小时敷面膜 皮肤光滑水嫩吗 植物广告 现在 这不是演员价钱太高了吗 就没办法 我要不植物点 没钱做后期了 回去来敷一下 不要闹 那这样吧 下部戏给你多偷点 苏承 苏承 死呀 死哪儿去了 梅姐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丢了一样东西 她去帮我找了 那就让她找吧 其实我找她也没有什么急事 对了 梅姐 我特别喜欢 您演的那个 推手 你说的是推拿吧 反正我觉得您演的盲人特别像 就是摄影有点怪 本来可以把你拍得更美的 是吗 好的 我一定转告过先生 好的 原来是您先生拍的呀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那应该是我记错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您拍的所有戏都特别好看 而且您看你不是还拿了一大堆 不内外的表演大奖吗 在我心里 你就是实力派大明星 我哪是什么大明星啊 我在现场也得听导演的 还是你在导演的心里有分量 你要说不行 连导演都得再来一遍 梅姐 你这样说 我感觉特别不好意思 其实我也是为了咱们戏好 是 是 所以说得向你学习啊 不好意思 我发个微信啊 好 梅姐 那我先 先走了 我先去准备下场戏 好 拜拜 梅姐 拜拜 梅老师 你看 是不是这个 哎 就是这个 太好了 谢谢啊 不客气 我最会找东西了 你也喜欢奥兰朵啊 我也是他的粉丝 真的呀 那我找到知音了 他是我的男神 精灵王子 是很迷人 而且他还很传奇呢 对 我还想有一天 如果能跟他一起演戏就好了 没有了 我乱说的 有梦想很好啊 没准哪天真的能实现呢 梅姐 你看谁来了 嗨 梅姐 段总 你怎么亲自来了 来检查工作啊 没有没有 我过来探你的班啊 神经病啊 你好 梅姐 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们认识啊 我们 我们 你没有说谎 你真的是个演员啊 你们有故事啊 故事呢 就是某些人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小说 看坏了自己的脑子 大白天看到有个帅哥 就巴巴地凑上来了 故事不是这样的 某些人就觉得全世界都应该认识的 还真有故事 没有啦 导演 梅老师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你好 梅姐 神经病 神经病 是你啊 你跟着我干嘛呀 咱们两个还真是巧啊 这不叫巧 这叫冤家路窄 刚才要不是梅老师在的我 你信不信 你现在进医院了 你脸皮够厚嘛 你就 敢吹这么大的牛皮 哦 你说得对 我的脸皮呢 确实没有你好 不想跟你说话 去卸妆